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Jungle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现在学习第12课使用Admin管理我们的模型 Admin是Jungle为我们提供的非常强大的一个自动后台管理面板 它能够管理我们的给它注册进去的APP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在models里面的定义的类 来非常方便的添加和删除那个数据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添加我们的Admin应用 和把我们的模型注册到Admin上面让Admin可以管理它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产品和产品分类的两个模型 这个类它写在models.py里面 好,然后我们先来看到settings 在settings里面我们首先要确认在installedapps里面 有Jungle.contribute.admin还有auth 还有这个session这几个呢是必须要启用的你的那个auth 和session必须要启用这个Jungle的min才能够使用 好了,我们确认这里安装上了以后呢 在默认情况下它是安装上的啊 安装上了以后呢 然后还要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先来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 这里给大家写掉了 创建超超级管理员 这个命令呢是Python Manage.py 然后是create superuser 啊,是这样的一个命令 啊,是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Python 首先呢肯定是要激活我们的一个虚拟环境 大家要注意前面是我是已经激活的 然后是management.py 然后是create superuser 这样的一个命令执行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叫你填入一个超级管理员的用户名 邮箱以及密码 你输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到把我们的模型注册到admin上面去 先不来运行它 在我们要在 admin里面注册上我们的模型呢 要先打开将个为我们自动生成的一个admin.py 这样的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当中呢 我们写了两个类啊 一个类叫做product admin 表示是我们在admin面板当中要管理的是产品 然后还有一个categories admin是同理的 在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可以给它直接就写一个pass啊 就什么都不做处理 然后这里写上了东西写上了东西这个list display 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jungle面板里面要显示哪些字段啊 它是有一个比如说这里的产品管理面板里面它能就有一个产品的列表 这个产品的列表要显示哪些字段啊 就有名称价格以及旧价格 还有多久创建的多久更新的 然后display links呢 就是这个display 你点击它 它会链是哪个有链接 然后这个参数呢是表示呃这个面板当中一页要显示多少条 我这里设置的是50条 然后它的排序方式是按照创建日期啊 创建时间来进行倒序排列 然后search fields啊 也就是我们的搜索字段 这里的exclude呢 它是说我们用jungle的面板去添加一条记录的时候是不包含哪些字段的 也就是说创建时间和更新时间是不需要我们手动设置的 所以要把这两个给排除 然后还有一个和它相反的一个属性名字叫做fills 这里呢我们没有设置 因为我们是用所有的这个product的所有字段当中排除这两个剩下的字段都需要设置 所以是exclude的这两个就行了 然后如果你要写你写一个啊 啊 这个 那么你就要给它定义成把这个name price什么的全部给写下来 只不写这两个而已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两个你都不定义都不定义的话 那就是所有字段都会显示了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写少的嘛 把这个fills给去掉 不写这个把这个给注释给解开啊 也就是说我们让它不设置 不需要我们手动的去设置创建和更新时间就好了 然后这个populated fields呢 它是说我们给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当中的映射呢 它会做一个映射 是前端呢是由一个javascript去完成的 这里我们给的映射就是这个name还有slug 也就是这个slug的值呢 它是根据这个name去生成的 然后它的生成的规则呢 是有那个jungle它底层 它会去维护一个javascript来自动填写 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不设置的话呢 那么我们去填写name的时候 这个slug就不会有自动填充的东西 其实这个字段呢 就是一个自动填充 也就是我们在填name的时候 slug就会自动给填充上去 它有一个转换的效果 就是我写一个大写的apple 它这个slug呢 就是一个小写的apple 如果我写一个大写的apple 再加一个空格 再加一个什么其他的单词 比如说applewords 然后它就会写一个apple 小写的apple 然后把空格转换成小横线 然后再写一个words 这样一种转换的关系 好了 下面的这个categoriesadmin呢 也是同样的内容 就不再做过多的讲解 这里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这个类之前呢 我们就都用了一个装饰器 adminregister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类名 类名给写上去 也就是说我的这一个product admin 这个管理面板的类 它是管理哪一个类的呢 是管理product这个类的 所以我们就在上面添加一个装饰器 然后把这个product传进去 然后这下面呢 也是一样的把那个category传进去 同样的你可以不用这个装饰器 你自己就就手动写一个admin.register 然后把它给添加上去 这个大家去查阅江哥的官方文档 但是我觉得这个装饰器呢 写起来很高的上 而且也很简洁 好了 这样子呢 就在我们的那个模型 这个admin把它注册进去了 这里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写了一个form 这个form 这个地方 它是用来做自定义校验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后台添加数据的时候 我们这个字段可能要让它符合一些规则 这些规则来怎么定义呢 就在我们就给它定义一个form的类 然后这个form的类呢 把这个写在这里 给它附给这个admin这个类的form的属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类写在哪里的呢 写在这里的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个 第三的一个内容 就是为admin的模型呢 它的字段添加自定义验证 好 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我添加了一个什么的自定义验证呢 添加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 必须是大于零的一个验证 首先是一个classmeta 然后这个里面呢 它也是一个定义了一个圆类 这个圆类呢 里面要写上一个 东西 叫做exclude 在以前的将冠的版本当中 你可以这里不写这个圆类 是可选的 但是现在呢 你必须要在这个圆类里面去定义一个fields 或者是exclude 哪怕你给它写成空 你不能没有 要不然的话这个程序是会报错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这个检验的地方呢 就是clean price 就是以clean下块钱开头 然后写上一个我们的模型的属性名字 这里就说sale.clean data 然后price 如果它小于等零呢 那肯定就不对了 它价格不能是负数 然后就说价格必须大于零 然后我们待会会看到这个效果的 把这个类给写好以后呢 然后就在这个admin的这个类里面呢 把它给复制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了以后呢 那我们的admin面板里面添加数据的时候 它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那个form里面的定义 去校验我们的数据了 好 我们的admin也添加上去 然后把模型也注册给了admin 好了 我们再来运行我们的代码 是退到我们的主目录下面 然后是pythonmanagement 然后是runserver 0.0.0.0 这个地方是8000端口 注意是0.0.0.0 如果你这里不写0.0.0.0 它直接默认的runserver是本机127.0.0.1 我们的本机是访问不了虚拟机里面去的 因为它的那个IP地址是不是同一个 所以它的127.0.0.1 只代表虚拟机本身 我们没法从客户去访问 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区别 好运行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以后 我们来看到localhost8080 我们的前端还是它原来的一个itwork的页面没有变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写上一个admin 这里写上去 这里我们为什么加上admin可以去访问 大家要注意这里的一个url的配置 我们默认使用Jungle的startproject 它是给我们写上了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urlpartner 这个url的模式 这里写上了admin 它是包含了admin.sites.url 这个admin是Jungle自带的模块 所以就直接是include进来就好了 因为有了这一条url的存在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里访问Jungle的面板 好 我们填上之前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 好 点login login进去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一个简易的管理面板 这个管理面板当中就已经出现了catalog 和我们前两节课当中看到的面板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catalog下面就有categorages和products 这两种模型已经给注册进来了 给注册进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一个进去看 比如说我点一个分类 先点一个分类 在这个分类里面 它这里写上了零个分类 现在还没有一个分类 这个地方可以给它点添加 我们注意右上角 好 点添加 点一个添加以后 这里就有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就是我们之前在模型里面去定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单就是我们在模型里面定义的list display list display不是这里 list display是我们前面这个页面要显示哪些字段 然后在我们的 这个exclude exclude当中除了这两个 其他的都显示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属性的值是来自于我们的 models 我们看到models categorages的models里面 然后前面的中文名称描述中文是怎么来的 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我们的field 各种field的第一个参数 好了 我们这里先添加一个 比如说添加一个 名称 分类水果 水果对吧 大家看到这里我写中文水果的时候 它没有 它没有一个反应 我写一个 fruit 英文的fruit 它这里就可以写出来了 对吧 我们加一个小 大写的 f 它这里还是一个小写 然后我们这里写个 bigfruit 大家看到了 这个名称和slug的一个区别 这个slug 它生成的一个内容 它是可以用于用在url里面的 但是我们的内容 它不一定是可以用在url里面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的区别 拿描述 我们就写随便写一个 这是大水果 我们这里还是给它写一个 用中文去写 那么这里你slug的名字就要自己手动去填写了 好了关键词我们就写一个水果 然后 还写什么呢 就先不写了 用逗号来分隔 然后描述 这里随便写一个大大的好吃的水果 然后点save 好 添加成功 添加成功了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列表里面 就已经给显示出来了 然后这个链接是水果 这里的链接 就演示到这里 然后products也是一样的 这里还是没有0个products 然后我们点添加 这里全都出现了 刚刚的ImageField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 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选择的一个样子 然后点打开 它就会把这个文件给选择上 其他的地方就不用多说 然后还有一个many to many field 这个categories 这个地方它是和分类关联的 产品的分类 它属于哪个分类 然后这里是没有产品的 这里也很方便的 可以点加号弹出一个对话框 然后让我们自动的添加一个新的分类 添加好了一个新的分类过后 它会在这里给显示出来 让你可以选择 这里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添加和删除我们的产品 好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产品的管理 就讲到这里 最后一部分就是提交我们今天的代码 我们先用git status 我这里是写注册了一个别名 git st 所以是一样的效果 好了 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 都是更改过的 或者是说没有被跟踪到的 那么我们直接git add 先把所有的添加进来 git 底就是把当前目录下的 改动的东西全部添加进来 然后git st再查看一下 这些变绿色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跟踪到了的修改过的文件 好 我们把这一批文件同时一起提交上去 这里是不太应该的 因为我提交里面包含了两个部分的改动 一个就是为我们的项目完善一个目录结构 还有一部分就是添加我们的模型 还有就是添加我们的admin后台的管理 这几个部分都放在一起了 所以不太恰当 但是这个部分代码很少 所以也就放在一起 然后是git commit 先clear一下 git commit-m 同样这个非常快捷的 是完善目录结构 即添加产品 产品分类 好 就这样吧 然后是git commit git push 应该是 oranging 注意我们的oranging 来源的仓库是哪个地方 我们要推送到哪一个仓库去呢 我们就直接推送到feature catalog去 把本地的feature log 推送到远程的feature log当中去 第二个参数可以不写 要么你写一个这个feature log 把本地的推送到远程去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默认的不写 他就会自己去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我们点确定 确定以后呢 说username 然后再是密码 好 这里看到他的提示 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支 在远程的仓库上面 好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远程仓库 看一下 好 这里他说有两个有两个分支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feature catalog 我们来点进来 这两个分支的代码 就是截然不同的了 对吧 当然我们这两个分支的代码 它有不同之处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一个 pro request 然后来对比两个分支的代码的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 提交 提交了以后 我们的管理员 他就有权限来决定是否合并这两个分支 合并以后呢 那我们的主分支上面也就有了 我们刚才提交的代码这些功能 现在呢 我们先不忙的合并 我们把这一节 这一章的内容全部讲完以后呢 再来合并这个代码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